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凰 一股強烈的冬季季後風 只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外面吹著北至東北風 看今早香港各區的氣溫 都涼了很多 普遍市區介乎在13至14度 而新界是再低2至3度 比起昨日同一時間 很多地方都低了7至10度 大家待出門的時候 記住要穿舊衣服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見得到 在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 都有一些雲層覆蓋著 如今日整體上都會比較多雲 不過日間部分時間都會更光亮 至於詳細的天氣雨傘方面 今日會大致多雲 逐之頭早會有一兩陣的微雨 另外就是天氣相當清涼 今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 最高氣溫會上到大約17度 另外天氣會乾燥 風勢方面就是吹著一些 和換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偶中會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未來一兩日的早上 仍然會是相當清涼 去到週末至下星期初的時候 天色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不過早上天氣仍然是清涼的 第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裏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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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